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我检查出怀孕当天 刚好撞见老公陪白月光产检 我今晚有事 不回去了 齐燕里淡淡说一句 揽着柳曼离开 我沉默一瞬 约了堕胎 人人以为我是齐燕里的舔狗 任他对我在冷漠刻薄 我也不会离开 连他也这么想 可他们不知道 我只为报恩 如今十年之约已到 我终于可以结束这场畸形婚姻了 孕四周 恭喜你 我旌期推迟一周 来医院做检查 却被告知怀孕一个月 这个孩子来得太意外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 站在走廊里 摸着小腹发呆 犹豫要不要 我体质不好 打掉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怀孕 人群突然有些骚乱 哇 那是刘颖后跟他男友吧 好配 他每次产检 他都陪着 真恩爱啊 爸爸妈妈颜值都这么高 孩子得多好看啊 我下意识朝人群里看去 一眼就瞧见了齐燕里跟柳曼 他拉着他炒作情侣近七年 人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 先前情人节 我们三个一起出去吃饭 被狗仔拍到 一群网友骂我 心机绿茶不要脸 殊不知 我才是齐燕里的妻子 我不想留在这里 免得难堪 柳曼却喊住了我 祭子鱼 你怎么在这里 该不是故意跟踪我跟阿里吧 难为他了 我裹得这么严实 躲过了狗仔 都没能躲过他 我还未回答 齐燕里眉头微皱 已经给我定了罪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听见 跟踪 字眼 周围人目光一样盯着我 好像我是什么恶意插足的第三者 这不是我头一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了 可每次都如梗在喉 齐燕里却压根没有替我解围的意思 带着柳曼去了才写事 也对 他怎么舍得说出我是他妻子的真相 让他白月光被指责 好笑的是 我刚刚竟然还真考虑 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就这种寡薄良情的人 能有什么好基因 孩子生下来 别再跟他爹一样 天天给我气瘦 我现场挂号去堕胎 回去路上就给律师打电话 离婚协议书 你好就赶紧送过来 可是齐总婚内出轨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如果能拿到柳曼羊水穿刺的结果 证明那个孩子跟齐总有亲子关系 您能分到更多财产 我也觉得可惜 算了 一半就一半吧 这场全靠我当忍者神规的婚姻 多继续一天 对我来说都是折磨 相比起来 我宁愿少拿些钱 我身体不舒服 急着回去休息 谁知我才到家没多久 齐宴里回来了 他总是冷冷淡淡的模样 做什么事情都很淡定 好像没任何事情 可以掀起他的情绪 可这次确实跑着回来的 眼底都充斥着红血丝 齐宴里攥着我的手 我看见热搜了 他力气太大了 攥得我手疼 我抽出手 看见就看见呗 热搜我没看 估摸着又是柳曼团队买的 夸齐宴里对他有多宠多宠 然后就是骂我没有自知之明 想倒贴齐宴里 这种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柳曼粉丝没少逮着我骂小三 齐宴里情绪却很激动 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热搜上说 你今天是去医院打胎 原来齐宴里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我不懂他有什么好生气的 嗯 对 齐宴里似乎想发脾气 但是忍住了 这次颁奖让你受委屈了 可你不该拿孩子赌气 一说这个 我就生气 我入行八年 影后提名五次 好不容易这次影后定我了 他却帮柳曼截胡 我还因此被柳曼粉丝嘲笑小丑 被网友们戏称陪跑专业户 没赌气 就是觉得我们反正要离婚 孩子没必要留 离婚协议我已经找人你好了 明天律师送来后 麻烦你签一下 齐宴里在我跟前 本就脾气不好 此时耐心早已告庆 只是因为一个影后奖 不至于闹成这样 你想要 大不了下一年给你 其他的事 等你冷静后再说 就算我打胎 还说要离婚 他也压根没想过道歉认错 拿着车钥匙就走了 就像往常一样 不管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他只会扔下我 让我自己消化 反正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屁颠颠过去跟他求和 可他不知道 这次不会了 我从小父母双亡 跟姐姐相依为命 后来姐姐得肾病 齐宴里妈妈给她拿了手术费 还资助我上学 我感激她 为报她的恩 才答应她 在学校监督齐宴里学习 在她失恋后陪着她 跟她结婚 齐宴里妈妈说 如果十年后 我还是对她没感情 那她不会再强求 现在期限到了 第二天一早 律师就把离婚协议书拿来了 我给齐宴里打电话 没人接 我干脆把电子版协议书给她发过去 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 你回来签一下 消息发过去 显示红色感叹号 她又把我给删了 只要她不高兴 就算是她的错 我也得千方百计去哄她 她早就习惯了 我以她为中心 真烦人啊 还好能离婚 不用接着忍了 我很庆幸 可是一连三天 齐宴里都没回家 倒是高调 陪着柳曼逛商场 走红毯 上了几次热搜 网上都说 他们好事将近 第四天 我没耐心再耗下去 去她生日宴上赌她 齐宴里生日宴 只邀请了她跟柳曼的朋友 在她名下 一栋别墅里办的 我推门进去 所有人朝我看了过来 柳曼先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出声 这就坐不住了 其他人跟着冷嘲热讽 听曼曼说 季子余拿离婚逼齐总 想让她给她几个好资源 可齐总压根不理她 李哥才不吃那一套 他这是怕李哥真跟她离婚 迫不及待追过来求和了吧 李哥只喜欢曼曼 季子余天天缠着她 仗着老姨被施压 才侥幸嫁到季家的 我要是她 就加锦尾巴做人 哪敢整天这么做呀 柳曼的朋友肯定天坦她 而齐宴里朋友 因为她对我的态度 也把我当成个笑话 我不喜欢浪费口舌 只问他们 齐宴里人呢 谁允许你来这里的 身后传来齐宴里冷硬的声音 很快她走到了柳曼身边 有人发出嘘声 在场的人都等着看我笑话 我没理会他们 对齐宴里说 我有时跟你说 她是星辰娱乐老板 闹出丑闻会影响公司市值 我也是公司大股东 不愿意跟她闹得太难看 想跟她私下谈 可齐宴里却压根没打算给过我体面 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说 如果是闹离婚 又后悔想求和 就不用说了 我可以答应你不离婚 不过 这是我最后一次 忍受你无理取闹 给脸不要脸 还给她什么脸 我字典里没后悔两个字 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 递到她跟前 签了 齐宴里没接 只沉着脸盯着我 等我签了 然后你在离婚冷静期再作妖 继子于 我没空跟你玩过家家 我真心烦她 这自以为是的样子 你放心 你的一切猜测 都是在我喜欢你的基础上 可我从高中到现在 一直缠着你 只是为了抱妈的恩 现在我答应她的十年期限到了 绝对不会再跟你有半分牵扯 你烦我 我也挺烦你跟柳曼的 真的 你婚内出轨 还对妻子冷暴力 我是真喜欢不来 我以为我实话实说 齐宴里会立刻签字 毕竟她喜欢的是柳曼 不止一次说过厌烦我这个妻子 可我每说一句话 她脸色就难看几分 像是不敢置信 又像是恐慌与焦躁 到最后 目光像是要吃人 齐宴里接过离婚协议书 撕了个粉碎 转身就往外走 她人高腿长 走得又快 我追不上 也压根没想过追 拿着手机给她发短信 我在家里等你 如果两个小时内你没回来 我会安排律师起诉离婚 因为起诉离婚所导致的一切后果 你自己承担 她跟柳曼搞婚外情的事情曝光 我倒是能洗白 可我是星辰娱乐大股东 他们一个是公司总裁 一个是公司签约艺人 他们深陷丑闻 会给我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这也是我这些年忍耐他们的原因之一 我看了眼时间 开车回家 一个小时后 齐宴里才回来 面无表情坐在沙发上 也不说话 这是我重新打印的离婚协议书 我递过去 齐宴里接过 面色更沉 协议书被她攥得变形 见状 我声音也跟着冷下来 齐宴里 我耐心有限 你要是敢思第二次 我们就直接法庭上见 齐宴里停顿了一下 把离婚协议书扔在桌子上 她盯着我 我从没想过离婚 听此 我忍不住吃笑 可我天天盼离婚 毫不夸张地说 我做梦都是跟她离婚 这都快成我心结了 齐宴里喉结滚了滚 谋色晦暗不明 似在极力忍耐 我平时在她跟前逆来顺受 她压根受不了我这种态度 齐宴里手指在茶几上敲了敲 星辰娱乐正准备上市 这时候爆出我们离婚 对公司不利 只要你不离婚 我可以分你百分之五股份 我懒洋洋打了个哈欠 上市的事少说还得两三年 我等不了 那百分之五股份注定与我无缘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离婚吗 对 齐宴里像是受到了羞辱 摩迪隐约带着哀伤根愤愤 继子于我们认识十年结婚七年 你就从没对我动过心吗 你之前表现的那么喜欢我 都是装的 我听这话都觉得晦气 齐宴里你好好想想过去十年 如果你是我 你会喜欢上你自己吗 齐宴里脸上青白红交替 扔下一句 我要找律师重新看下离婚协议书 仓皇离开 我觉得但凡他要点脸 就会按我要求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我们十八岁认识 那时 我是转学生 他是学校学霸 齐宴里跟校花柳曼的爱情轰轰烈烈 他成绩掉车尾 根本考不上大学 家里又穷 他准备靠自己的脸 去当网红 可他一个人担心被坑 让齐宴里陪他一起去 齐宴里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他母亲改嫁有钱人 他被扔给奶奶 奶奶去世后 他就一个人生活 成长环境让他很缺爱 想要紧紧抓住每个他爱的人 再加上年纪小 齐宴里头脑一热 选择辍学 去当柳曼助理 结果他棒上榜一大哥 把他给踹了 他几次求复合 都被拒绝 还被多次嘲讽 后来回到学校 齐宴里也无心学习 成绩一落千里 脾气还变得很差 我按他妈要求 天天给他送饭 监督他好好吃饭 还要帮他辅导成绩 他不止一次嘲讽我 把保温筒扔进垃圾桶里 同学们都笑我舔狗 可我始终追在齐宴里身后 大三那年 柳曼从女网红转型女星 手部参演的一部网剧爆火 有人扒出他跟齐宴里的恋情 他被他的粉丝们嘲讽 说他这样的穷鬼 根本高攀不上他 那段时间 齐宴里闷闷不乐 有抑郁症复发迹象 后来他决定去混娱乐圈 我成了他名下唯一一人 为了火 我想方设法蹭流量 被网友们骂出花 为拿一个角色 饭局上喝酒喝到未出血 也是运气好 真拼出一条路 齐宴里跟我表白 求婚 他妈担心 他被拒绝会抑郁症复发 让我答应 我也没喜欢的人 索性答应了 可星辰娱乐发展起来后 柳曼重新找上齐宴里 他竟然跟他又搞到了一起 从头到尾 没尊重过我这个妻子 这样一个人 即便他英俊多金 我也不可能对他动心 就算有那么丁点火花冒出 也会很快被他亲手掐灭 那份离婚协议书绝对公平 我以为齐宴里很快就会来找我签字 他确实在一天后就联系了我 却把我带到了医院 齐宴里妈妈躺在病床上 瘦得已经成了皮包骨 气色看起来也不太好 眼看着他变成现在这样 我却无能为力 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他跟我聊了聊我主演的电视 又问我姐姐现在的情况 最后才说 子瑜 我未哀晚期 活不了多久了 死前我最放心不下的 还是阿里 他这样的性子 也就你留在他身边 我才能放心 你可以继续陪着他吗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不然不会死皮赖脸 跟在齐宴里生后十年 可懂得感恩 不代表我傻 妈 人这辈子有几个十年呢 就算你对我再大的恩情 我这些年也该报完了 我呢 知恩图报 您也得懂失可而止 您觉得呢 婆婆叹息一声 沉默许久 她才神情复杂开口 你们这么多年感情 你看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我已经跟她谈过了 星辰娱乐会跟柳曼解约 她以后影响不到你们 你 我抬手打断 当妈的果然还是偏袒自己儿子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先告辞了 她的恩情 我早就还完了 剩下人生是我自己的 我转身就走 齐宴里 签字还是起诉 你选一个 齐宴里跟了出来 夺过离婚协议书签字 笔封重的 似要撕裂那层纸 季子鱼 但愿你别后悔 当然不会 一个月后 民政局见 我伸手接 齐宴里却紧钻着协议书不松手 她直勾勾看着我 不甘道 公司上市分道的财产能翻十倍 你却执意这时候离婚 不像你的性格 你是爱上别人了吗 是影帝江锦 还是那个歌手苏衡 我使劲才拽出来协议书 我喜欢谁都跟你没关系 要不是她跟柳曼太恶心人 我至于放着钱不要 我无视她的黑脸 哼着歌离开 离婚协议书签完后 齐宴里跟柳曼愈发高调 今天生日宴上送跑车 明天拍卖会几千万拍珠宝 网上都是在夸齐宴里宠妻 羡慕柳曼的 反正财产分完了 跟我没关系 就是齐宴里跟精神病似的 跟人谈合作 非叫上我 我又不能不去 她喝醉后 还把我堵在走廊 纠缠不清 一个劲儿问我 到底喜欢江锦还是苏衡 到底什么时候出轨的 最糟糕的是 狗仔还拍下我俩照片 发到了网上 柳曼粉丝追着我骂 趁齐总喝醉 想要办坏事 臭鱼能不能要点脸 齐总跟曼曼 有孩子都要结婚了 臭鱼还来这一出 臭鱼滚出娱乐圈 臭鱼滚呢 什么都得跟曼曼抢 不撒抛尿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这还算好听的 其他的大生理器官 以及咒骂我祖宗十八代的文字 每个字都在侮辱人的眼睛 我给齐燕里打电话 还有一个月 我们离婚证就下来了 到时候 你跟柳曼在秀恩爱也不迟 他们越是秀恩爱 柳曼那些粉丝骂我骂得越狠 没人乐意被那么骂 齐燕里声音冷冷的 我们都要离婚了 你好像没资格管我跟谁在一起 不过你要是后悔 我们还可以去民政局取消离婚申请 但是 你以后必须跟江锦 苏衡保持距离 我气笑了 齐燕里 你该不会以为我脾气真的很好吧 装乖装久了 他还真以为我好欺负了 我挂电话 给经纪人打电话 两个小时后召开记者招待会 我早就安排好了 就等你这句话 经纪人兴奋得不行 带团队过来给我做装造 他这些年来跟着我 没少受委屈 我给他转去一百万 当时精神损失费 记者招待会开始 除了那些记者 好多柳曼的粉丝来了 冲着我叫骂 小三 臭不要脸 齐总喜欢的是曼曼 你算什么东西 保安想把人赶出去 我抬手拦住了 微笑道 我 我算不了什么 顶多就是算 齐燕里法律意义上的 妻子而已 我拿出结婚证 放在镜头前 所有人震惊住了 包括柳曼的粉丝 我继续道 今天辛苦各位 记者朋友们过来 大家也帮我做个见证 我嫁给齐燕里七年 他出轨柳曼七年 我忍不了 不忍了 我已经跟齐燕里签订离婚协议书 决定与星辰娱乐解约 另外 柳曼雇佣水军对我侮辱诽谤 多名网友对我进行言语辱骂 造谣 我的律师已经收集好相关证据 将逐一进行起诉 我心眼小 欺负过我的人 我可一个都没打算放过 记者招待会结束 网上炸开锅 天哪 季子鱼竟然跟齐燕里是合法夫妻 早就看柳曼不顺眼了 假惺惺的 一个小三怎么好意思倒打一耙的呀 齐燕里也不是东西 竟然这么对自己妻子 渣男贱女 齐燕里跟柳曼之前 秀过多少次恩爱 如今那些 恩爱 视频 照片拎出来 就有多嘲讽 多家代言宣布跟柳曼解约 几个已经定下来的剧组角色 宣布换人 就连影后奖 组委会的人也宣告作废 听说还有疯狂粉丝 线下给柳曼寄花圈 跟死老鼠 曾经他利用网络暴力 给我带来多少困扰 如今他就遭到多少反噬 柳曼给我打电话 歇斯底里指责 你这样在外面胡说八道 我的商业价值降低 阿里名声变臭 公司别说上市了 连如今的价值都保不了 你作为股东利益也会受损 你是疯了吗 说几句实话而已 这就受不住了 找你的阿里帮你撤热搜啊 就是吧 他这会儿可能顾不上管你 记 子 鱼 我又不容 小声点 情绪别这么激动 气流产了 责任可不在我 我挂掉柳曼的电话没多久 齐燕里就陈卓莲找来了家里 齐燕里面无表情盯着我 伤低一千 自损八百 你恋爱后 智商也降低了吗 就为了将紧 苏衡 损失近十个亿 你脑子被狗吃了吗 我挑挑眉 看来齐总情报水平不行啊 我股份已经卖出去了 损失的人只有你 可不包括我 早在三天前 他忙着陪柳曼四处秀恩爱的时候 我就让姐姐喜喜柔 把股份卖给了第二股东刘东 我跟姐姐一个随母姓 一个随父姓 压根没人会联想到我们的关系 因为我走的黑红路线 担心影响到公司 我的那部分股份 一直放在姐姐名下 除了齐燕里跟柳曼 没人知道这件事 至于刘东 他平时跟柳曼关系很不错 没少挤兑我 给我使半子 我坑他 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齐燕里脸上尽是不敢置信 你算计我 怎么 就准你算计我 恶心我 不准我反击吗 别搞得自己像个受害者一样 看着反卫 我给过他跟柳曼很多次机会 是他们欺人太甚 反正恩已经报完了 我才懒得跟这种脑子进水的人掰扯 把他赶了出去 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我要了这处房产 但齐燕里老来这里找我 还挺烦的 我干脆搬去新住处 几个至交好友约好了 一起来找我 你跟齐燕里引婚都不告诉我们 真有你的 让小三在你头上蹦跋七年 忍者神归呀 别说这些糟心事了 恭喜子虞脱离苦海 他们说着替我庆祝 可我刚堕胎 得吃清淡的 他们在我跟前胡吃海塞 看得我止不住咽口水 只觉得找了一群仇人过来 影帝将近对外人设高冷酷拽 高智商 他粉丝们都以为他跟他演的大反派一样 足之多谋运筹帷幄 实际上 这人贪玩又很呆 我们凑到一起 最爱逗他玩 苏恒性子本来就混 知道他酒量不好 还故意哄他喝酒 将近才被灌了一杯酒就醉了 瘫软在地上 抱着我大腿发酒疯 小鱼 你别晃啊 晃得我头晕 你带我打游戏啊 我打了十个赛季 都没上王者 我玩打几 不会蹲草 他们骂我 我骂不过他们 将近越说越委屈 到后面眼里都闪着泪光 把苏恒他们笑得不行 我没空笑 我得拽裤子 不然得被将近拽下去 将近经纪人愁得不行 找五个助理看着他 我多安不下心 就怕他哪天人设崩了 早知道他这德行 我哪会给他弄什么高冷人设呀 谁说不是呢 怪就怪这人实在太大了 又长了一张冷漠脸 看起来太有迷惑性 一群人闹腾了一会儿 就陆续走了 他们一个个忙得很 来我这儿待一会儿 都是好不容易挤出的时间 苏恒林走前 敲咪咪跟我说 好妹妹 我可从你刚出道 就照着你 你跳槽 优先考虑我们公司啊 我哥说了 只要你肯来 将近许诺给你的分成 我们可以高一个百分点 他哥就是他公司老板 他算是超级富二代 好 我考虑考虑 送走他们后 我摊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些年忙着帮齐宴里实现梦想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悠闲过了 大半个月过去 星辰娱乐一直在热搜上 反正近几年别想上市了 老实说 挺可惜的 要是上市了 我可以拿更多 距离离婚冷静期期满差两天 齐宴里约我见面 齐宴里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 眼下发青 胡子拉叉 人都瘦了一圈 看起来 比他被柳曼甩那会儿还落魄 休息一个多月 身体好些了吗 齐宴里问我 我端起茶水抿了一口 堕胎当天跟之后几天 你见了我都没关心一句 现在才问 是不是有点过于虚伪了 我只是很期盼那个孩子的到来 你都没跟我商量 就打掉他 我没办法不怪你 你又不缺孩子 也不至于在意这个吧 我们之间 齐宴里向来是高高在上 咄咄逼人的那个 如今位置颠倒 他下意识皱眉 想发脾气 又忍住了 齐宴里有些别扭的解释 柳曼肚子里 孩子不是我的 我跟他从来没有亲密接触过 我欣赏着新作的美甲 漫不经心接话 我知道呀 他之前给了你那么多难堪 你不可能毫无借地接纳他 你喜欢看他绞尽脑汁 讨好你的样子 这也是你签约他的初衷 当然 你还还顺便给他画大饼 哄他牺牲美色赔那些大佬 为公司拉资源 你想物尽其用后 再把他做的事捅出去 让他跌落谷底 这是你对他的报复 至于你允许他拉着你炒作 还纵容他欺负我 也是因为我跟苏恒 将近都传过绯闻 你觉得我给你戴了绿帽子 心有不甘 所以借着他把这份侮辱还给我 而且公司早就不用靠我养活了 你可以借着那些流言蜚语 逼我退圈 这样我不用跟其他男人接触 你才有安全感 是吧 齐艳里 认识他这么多年 我很清楚他是什么人 他拿到那么多资源 都是靠柳曼赔税 所以将近跟苏恒给我资源 他理所当然认为我也出卖了身体 可他不知道 不止他们 还有很多女明星跟女老板 也会给我资源 因为他们能看到我身上的价值 而不像他一样 觉得女人只能靠一身皮囊 齐艳里听着我这些话 神色几次变换 最后他才哑声道 既然你知道 没必要跟我离婚 我从没出轨 也没想过跟你离婚 我翻了个白眼 你该不会以为男女离婚 只有出轨这个原因吧 齐艳里干巴巴道 我以后不会再让其他人爬到你头上 不过你 也得跟其他异性保持距离 那些亲密戏份 以后你不能拍 如果你还有其他条件 也可以跟我商量 我毫不犹豫拒绝了 不用了 我这样的白富美 还有一个聪明脑瓜子 想过什么快乐日子都可以 不必跟讨厌的人假装夫妻 齐艳里 后天领离婚证 希望你如约来 不然你让柳曼陪睡的事报出去 对公司更不利 你觉得呢 齐艳里脸都轻了 我很满意他的反应 施施然离开 两天后 我顺利拿到离婚证 并如愿跟星辰娱乐解约 当初签约时 我设置了违约金一万 齐艳里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他 对合同也没有意义 现在反悔也没用 我起诉柳曼 水军以及网友 拿到赔偿三百万 全部捐给慈善基金 得了一波好评 之后 我再考量过后 加入江锦工作室 苏恒气得不行 江锦 你为了勾搭小鱼去你们工作室 竟然只收他两成工作室运营成本 还介绍你小叔叔替他理财 你个心机表 谁说你大 都被骗了 他当面指责完江锦 觉得不够解气 到哪儿都得抱怨江锦新心机 连上综艺的时候 他都得碎嘴子 对着镜头抱怨一通 综艺导演看热闹不嫌事大 还邀请我跟江锦去做飞行嘉宾 导演当众提问 江影帝 对于苏恒到处说你心机 你怎么看 江锦当着镜头 十分高冷 他想抢人没抢到 我就可怜可怜他 让他吐槽几句吧 别极度疯了 苏恒气得险些当场 跟他割袍断意 我给他点了两杯超甜奶茶 又许诺他 帮他要江锦妹妹的联系方式 这才把人哄好 没错 苏恒对外浪荡公子人设 玩得却是纯爱 他都暗恋江锦的妹妹快三年了 愣是连人家联系方式都没敢要 一见人家 就脸红得说不出话 将近也不知道时在时呆 还是黑心汤圆 反正这些年都没让苏恒跟他妹单独接触过 我休息好后 进阳帆剧组 一年后如愿拿到影后奖杯 没了所谓的 小三 黑点 加上工作室给力 我拿到三个顶级高奢的代言 好莱坞那边一个科幻大IT的导演 有意让我去试镜女主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相比起来 奇艳里跟柳曼就有些惨 也就一年 柳曼就无人知晓 沦落在网剧里当女配 星辰娱乐走了我 摇钱树柳曼又口碑崩塌 一落千丈 奇艳里之前还雄心壮志 想要上市 现在连维持原状都难 她不想被我这个前妻比下去 急功近利 拉皮条想要获得更多资源 但最终结果就是 签约的小艺人更多了 公司营业额却没增长多少 在业界口碑变得很差 我拿影后奖杯那晚 回家时意外遇到了奇艳里 或者说 她本就是为了赌我 奇艳里一身酒气 十分颓迷 记子于 这一年我想了很多 我是爱你的 只是爱的方式不对 我 从小没被人爱过 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 对不起 可我真的后悔了 向来桀骜的人 此刻却在我身前低下头颅 她眼里带着期盼跟哀求 我们一起走过十年 就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同情地递给她一张纸巾 回去吧 天良 然后 跟助理说说笑笑回了家 将她关在门外 任何理由都不足以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 她也不是后悔了 只是失败了 如果她带着星辰娱乐成功上市 她只会嘲笑我 目光短浅 鼠目寸光 然后 我就只是她生命里最不值一提的一部分 像柳曼一样 还好 我从来不会寄希望于旁人 我就是我自己的底气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当众错喊英俊老板老公后 她竟耳尖通红 问我 你却不缺老公 何谈了七年的男朋友分手后 我约闺蜜去酒吧买醉 谁知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已是中午 我心急忙慌地赶紧起床洗漱 然后打车去公司 谁知在公司楼底下 我却意外撞见前男友 她不停纠缠我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个英俊帅气的男人 从我身旁经过 为了摆脱前男友的纠缠 我冲着男人喊了一声 老公 男人笑着回头 我才发现是自己的老板 他竟耳尖通红 下班后 他把我叫去办公室 问我 你缺不缺老公 何冰再三考虑后决定 和相恋七年前男友顾少轩分了手 很多朋友很不理解她的这一行为 但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缘由 何冰是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女人 所以她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极高 可顾少轩的做法却令她感到很失望 他们俩是校园情侣 一起走过了七年 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谁知就在双方父母见面商谈好他们俩的婚事时 何冰意外撞见顾少轩背叛了自己 得知自己心爱的男人背叛自己 何冰心都碎了 回想起他们的过往 何冰痛苦万分 为了早日能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 何冰一连好几天都喝得烂醉如泥 顾少轩不想轻易放弃何冰 竟厚颜无耻地不停纠缠她 骚扰她 为了让何冰回心转意 顾少轩甚至采用苦肉计 她一边再不停挽回何冰 一边又和另外一个女人藕断丝脸 何冰知道后 对她也彻底死了心 为了躲避顾少轩的纠缠 何冰搬了家 同时以家里有事要处理为由 向公司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 然后出去旅游散心 原以为这样做就能摆脱顾少轩的纠缠 谁知何冰刚回来上班没多久 顾少轩就找上门来 大吵大闹 见何冰不为所动 顾少轩竟当众指责起何冰来 她说 冰儿 你也别怪我做对不起你的事 谁知你经常把事业看得比我还更重要 我也是男人 也有正常的生 理需求 我只不过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罢了 你能不能不要一直不依不饶的 何冰听了顾少轩的一番话 气不打一处来 她深知她不但不知悔改 还反倒打一耙 这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 于是她便把顾少轩赶了出去 一个人坐在地板上痛哭了起来 她后悔爱上顾少轩 她跟自己优柔寡断 所以才让事情变得这么糟糕 那天下班后 因为心情不好 何冰就约了闺女一起去酒吧买醉 他们喝了很多酒 但并没有完全醉 何冰自己打车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 她狂吐了起来 好不容易吐完 她连早都没洗 就直接躺在沙发上睡下了 谁知这一睡 就睡到第二天中午 当何冰拿出手机一看 未接电话 足足有二十多个 她吓了一跳 何冰立马跳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洗漱 然后急忙下楼打车回公司 谁知当何冰刚回到公司楼底下 她就撞见在此等候多时的顾少轩 看到顾少轩的那一刻 何冰怒火中烧 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已经和顾少轩说清楚了 她为何还要苦苦纠缠自己不放 明明做错事的人是她 她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 以此来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 可何冰最讨厌被人欺骗 所以她决定不再给她任何机会 见何冰不为所动 顾少轩抓着何冰的衣领 想带她走 何冰见状 只好拼命反抗 就在这时 何冰意外发现老板苏北正好回公司 情急之下 她当众冲她招招手大声喊道 老公 我在这呢 苏北不急不慢地朝着何冰走来 随后一把把她拉了过来 拥在怀里 老婆 让你久等了 对了 老婆 请问这位是你的朋友吗 何冰顿时紧张了起来 随后她介绍道 老公 这是我大学同学 今天恰巧在这里遇见 老公 你不是说约了王总吗 我们先过去吧 要不王总该等急了 说完后何冰就拉着苏北逃离了现场 苏北被何冰拉着跑了好远好远 停下来了苏北看着眼前的何冰 他忍不住笑了 但他强忍着笑想捉弄一下何冰 随后他板着脸说道 何冰 现在几点钟了 你才来上班 公司是你家开的吗 想几点来就几点来 再说了 为了这么个男人 你至于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吗 值得吗 你有那个心情去喝酒 不如把这个劲用到工作上 我相信你一定会过得比他好 你瞧瞧你这副样子 拉里拉他的 一点活力都没有 不就是失恋吗 搞得好像是死了丈夫一样 赶紧收拾心情 然后回去好好上班 不过你刚才撒谎的样子好可爱 是我喜欢的样子 说完后 苏北突然把何冰拥入怀里 微笑着说道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老公了 我不介意你叫我一生老公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何冰吓傻了 他红着脸说道 苏总 对不起 我 我 说完后何冰挣脱苏北 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公司 同事小科偷偷问何冰 冰冰 你怎么回事 今天回公司那么晚 我跟你说 早上大家都联系不上你 王总在没有看到企划书的情况下 生气走了 为此苏总发了很大火 你今天做事小心点 千万别再惹苏总生气呀 否则 其实就算小科不告诉何冰 他也知道自己饮酒务事 害得公司损失了几百万的合作 他深知苏总的脾气 所以一整天 他的情绪都很低落 深怕自己被苏总 叫去办公室斥责 可毕竟是自己的问题 导致公司损失那么大 就算被老板斥责 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 下班后 同事们都陆陆续续 离开了公司 下午因为心情不好 所以何冰手头上的工作 并没有做完 于是他便打算留下来加班 他心想 与其在家无私乱想 还不如把所有心思 投入到工作中 让自己没空乱想 或许这样 自己也能开心一点 好不容易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完 何冰看了一下 手机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他突然发现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响 何冰立马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回家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阵脚步声 还没等何冰反应过来 苏北突然拎着一些食物走了进来 肚子饿坏了吧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还当真了 不管怎样 也不要委屈自己的肚子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来来来 一起吃点东西吧 别到时 又说胃痛回不来上班 这样传出去 人家还还以为我是一个像周八皮一样刻薄的老板呢 何冰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苏北突然走过来 拉着他的手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一进办公室 苏北一把把何冰拥入自己的怀里 一边抚摸着何冰的头发 一边宠溺地看着何冰 本人苏北今年35岁 单身 缺个老婆 美女 请问你缺不缺老公 何冰羞红了脸 靠在苏北的怀里不敢吱声 他找借口想离开 可却被苏北紧紧抱住 他想逃 却始终逃不掉 苏总 你是说笑的吧 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我配不上你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说了 难道你不在乎我的过去吗 以你的条件 你要找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 何必来招惹我呢 如果你想完 麻烦你另找他人 我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我觉得感情不应该只是玩玩而已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恋爱都是耍流氓 说吧 何冰挣脱苏北的怀抱 夺门而出 苏北猛了 所以他并没有追出去 那天晚上 苏北和何冰都失眠了 苏北长相帅气且多金 是很多女孩子爱慕的对象 何冰就是其中一个 可不管是家境还是学历 何冰都不能和苏北相提并论 苏北高不可攀 哪能随意听信他的随口说的话呢 从那以后起 苏北似乎有意接近何冰 当他知道顾绍轩还在纠缠何冰时 他亲自去找顾绍轩谈判 最后给了顾绍轩五十万块钱 以此了结顾绍轩和何冰之间的所有牵扯 随后苏北以何冰的人身安全为由 让他把原先租住的房子退掉 然后搬去他朋友的公寓里住 每天苏北都会提前起床 然后给何冰买早餐 然后再一起回公司 苏北表示他不介意何冰的过去 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去 怪就怪他晚一不认识何冰 面对苏北的种种示好 何冰心乱如麻 毕竟他和苏北的生活圈子并不同意 他害怕到最后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看到何冰犹豫不决 苏北决定主动出击 下班后他主动发信息给何冰 等下在停车场等我 我有事跟你说 何冰本想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谁知苏北又发来了一条信息 不许爽约 否则后果自负 无可奈何的何冰 只好乖乖去了停车场等候苏北 不一会儿 一辆黑色的奔驰停在何冰身旁 快上车 我带去走走 何冰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被苏北拽上了车 苏总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等下还有事呢 何冰闷闷不乐地说道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怎么能让我老婆受委屈呢 我老婆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我可不想让我漂亮的老婆 一直不开心 我会心疼的 苏北笑着说道 苏北把何冰带到了一处海滩 说道 我对你是真心的 其实从你进公司的第一天 我就喜欢上你了 只是之前你有男朋友 我不敢接近你 现在好了 你我都是单身 我们有自由恋爱的资格 或许你会觉得 我这个人不可靠 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证明 我是真心爱你的 你不用介意别人的眼光 或者是流言蜚语 我觉得只要我们真心相爱 就一定能走到最后 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 何冰有些不知所措 苏北见状立马把他拥入怀里 然后亲吻着他 何冰觉得有些委屈 他挣脱苏北 然后贪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了起来 毕竟自己曾深深爱过 可到头来却被伤得遍体鳞伤 他不敢再轻易相信爱情 他害怕再次失去 害怕被抛弃 苏北明白他的心理 他决定用自己的爱去慢慢感化何冰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 何冰搬过去跟他同吃同住 为了不让何冰有心理压力 苏北让他辞掉工作 然后再把他介绍去朋友的公司上班 两人过起了同居 但暂时只是室友关系 因为苏北答应过何冰 在他还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他对他是绝对的尊重 每天晚上 苏北都按时下班回家陪何冰 为此他推掉了很多应酬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何冰心理的结也慢慢打开了 他开始试着接受苏北 两人默契十足 一年后 何冰接受了苏北 并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有人说何冰是幸运的 因为他的一个口误 收获了一个老公 而他的老公宠他入股 他才是人生的赢家 何冰听了后笑而不语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谢谢大家 看看今天的欧志